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官員大家好 主席我們請林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林委員長 秘書長好 針對司法院立法計畫 現在司法院對外推動宣傳業務最多的就是人民官審制度 那可是人民官審制度跟歐美國家的陪審傳制度有很大的距離差距 那本席認為還是要讓參與的民眾有更深入的參與 這樣對我國的司法改革才能有更大的幫助 本席對於人民官審制度是有期待 但是因為目前是強調施行 那也希望將來能夠擴大施行 那秘書長你的看法 我這個依照立法院的 就是大院的那個附帶決議 在預算審查去年年12月的時候 總預算審查的時候也提出一個附帶決議 就希望我們司法院在北中南東 就是在全國各地再增加兩所事辦法院 以便擴大這個官審的人民參與 那我們也依照這個附帶決議 也討論要增加兩所地方法院 作為我們這個官審的一個事辦法院而擴大參與 那預計要增加哪兩個所 基隆跟高雄 南北 基隆跟高雄 更南北 原本只有士林跟嘉義 原本士林嘉義 那最近根據這個中政大學的調查研究報告 他有81.2%的受訪者不相信法官的公正性 民眾對法官的信任度也有連續達四期的下滑 根據監察院的資料顯示 從民國90年到現在 一共有25位法官因為違法或失職被彈劾 其中有幾位法官被起訴也被判決 有罪判決 請問秘書長對於這些被監察院彈劾的法官 以及被起訴的法官 那司法院是如何處理他們的職務 被彈劾這很多都是停職 就是停職 大部分都是停職 因為這些也涉及有停職的 然後也有處分的 你看他依照他們所設的為師的情節的嚴重與否 那大部分彈劾因為有涉及到刑事案件的 很多都是停職的 如果是有罪判決當然是停職的 那如果說是被監院所彈劾的部分 那就是為師的情節不一樣 那為師的情節比較輕微的 不是涉及到貪毒的 貪毒的幾乎都是停職 那比如說有些是因為問案態度不好 被監察院彈劾 甚至經由法官評鑑的一個程序 也移送到職務法庭去了 那那個就是有像職務法庭有停職半年的 不一樣的處理 那有的是處分就是依照他為師的情節做不同的處理 那我想要再問我們秘書長 如果說這個法官被判決有罪確定而且停職了 那他過去所經手的案子需不需要重新審理 沒有沒有重新審理 就是他未結的案件當然拿出來重新分 那在他已經已結的案件 你當然是除非說他證明說他貪毒 跟他某一個特定的案件是有相當的關聯 就是說因為他在案件的貪毒 而做一個枉法裁判或是什麼 那個的話會另外處理 那但是目前沒有發現沒有證據顯示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他經手的案件已經確定的部分 是沒有另外做處理的 那如果按照秘書長剛剛說的就是說 等這個職務法庭做出決議之後 再按照職務法庭的這個內容來處理 那這個是依法行政是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說如果這些法官既然已經被監察院彈劾 那顯然就是說只是還沒有經過職務法庭的議決 但是已經有嚴重的違法或者是失職的嫌疑 那基本上就不適任法官這個職務 那如果說你繼續讓他們再執行職務 這個參與審判 那是不是對人民的權力影響很大 所以民眾會對我們司法的公正沒有信心 那民主長你的看法 那知道了 監察院彈劾某一個法官的話 就好比檢察官起訴一樣 你必須起訴以後還要經過法院的判決啊 認定啊 然後才能夠去這個到底怎麼樣的處分 所以彈劾案件提出来既然是像这个好像起诉一样 所以必须在职务法庭来加以来认定 然后做出一个处理 那当然这也是保障法官审判独立的一个 免得一定要动辄对于法官的身份产生很重大的一个影响 那如果有一些情节重大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等到职务法庭的处理 就可以先行来加以停职 在目前发生的几个案例里面 也有像台中高分院的一个胡姓的法官 他一有这个刑事案件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马上给他停职了 那以前还有几个例子也是这样 不需要等到监察院的弹劾 那个是针对说证据很明确的部分 当然情节重大也是要这样 那还有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对高院的一位法官 认为他跟当事人有不当的接触 这样不是涉及贪图 是跟当事人有不当的一个接触的 我们就马上把他停职了 那另外针对下个月我们检察总长就要进行提名 那针对报载我们司法院与法务部 都已经将候选人的名单送交 送交到总统府公总统来圈选 但对名单的内容三尖几口 请问秘书长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那为了避免未来检察总长做出超过奋纪的事情 你心目中理想的总长需要具备有哪些的条件 那其他委员 另外其他委员也认为应该将 总长的独立行使职权拿掉 回归成一般检察长的职务 请问秘书长你是否认同 司法院也应总统府的邀请 希望能够提供一定的候选人的名单 司法院是根据候选人的资格 提供符合这个资格的名单给总统府参考 并没有说很特定的去推荐某一个人 没有 这是一个名单 就是符合资格的有这么多人 那请总统来 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名单 那至于总长的资格或是属意的人选 我在院方 跟检方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单位 我就不便在这里多做说明了 好 谢谢委员事长 谢谢 谢谢